不是 我们这个是很合理的 你看啊 我们刚才通过必胜牌输给他们交换牌 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处于心理上的劣势方案 所以我们不敢把交换牌在前面用了 他觉得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所以我们要压到后面 只能放在后面用 所以我们这论交换牌只能接克制 完美 来 OK吗 可以 OK 好 先判断一个问题 他们敢在第二轮出交换吗 我觉得好像不敢 正常逻辑判断应该不会觉得我们先赢一把 下一把还出必胜 我觉得这一轮可以赢 就是我们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可以稳一稳 就是先判断 但你必胜是拿着必须要拿一分的 他们必胜打出来丢了一分 他们现在血亏 我们一定要指着必胜去拿一分 对 然后你要想他 那他上一轮刚血崩完第二次 他敢不敢 这一轮就用交换 因为交换本人是他们的第一排 是他们翻弹的可能性 跟你想说 如果你这一轮用掉了必胜 起你赢的情况下2比0 但是我们后面就只能拼概率 没关系 他们也是必胜 但是你要假如说 他们还有一张交换牌的情况下 但他们也排不出 我们要出什么 他们也只是猜 他现在想我们这一轮出必胜的概率是20% 到下一轮就25了 他们赌重的概率就越来越大 走 走 我没有现场 发型都乱了 如果我们能用不出必胜的这一张 就再赢一局不是优势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但是 因为我们干掉了他一张必胜 就是现在优势 花有钱在我们这 对 但就如果能耗别人领钱 后面我就随便往地上一丢 对我不听死 但如果他就赌这个呢 他他打了一个交换 一招回到交换牌 我觉得先第二人别出 真的吗 真的 我的概念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 不注意对不对 不一定他们已经打出来了 你没有步你很难受 这次让你们挑一把 摔 直接摔 哎 你们讨论 我先去会会他们 来 既然我们存在分析 既然我们存在分析 好 来吧 解一个 这个 来 就他 来 来 在下 有礼了 在下冒昧了 先翻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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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来 石头剪刀 不 完了 好 石头剪 这要瘸瘸瘸 瘸瘸瘸 瘸瘸 来 翻第二张 真可以啊 翻 来嘛 剪刀 男人一线 石头 布 耶 耶 耶 哈哈哈哈 拉马 哈哈哈 看见没有了 迪迪的女生 这是我们预料到的结果 哇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真的在大气层这一波 还好吧 还好吧 故意的 故意的 没有 就是我们产生了分析 敬业说要打必胜 我就空手 然后我们俩意见不合 决定扔在地上抽一张 命运的女生来把我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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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的这一局 他们没赢 就我们赢了 好 那咱们就走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剩下结束了呀 稳了呀 他们没有锤子了 你瞧一个你最想当 你想当哪个侠 不 我们就出减刀输不了 输不了的情况下 后面再出一个必胜 我们就三个 他们最多赢两个 你就要碾压他们 不是 稳赢呀 他没有锤子 我以为是五盘三胜已经结束了 哥们脑子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脑子回来 脑子 连石头都没有了 我们 不仅卡没有了 不仅技能卡没有了 石头都没有了 好好好 石头都没有 换一个失误 小齐 小齐不要用这种悲剧 不要用这种悲剧的试分 你看 如果一杯水里面 只剩了半杯水 怎么开始聊水了 乐观的人会觉得还有半杯水 但是悲观的人觉得只有半杯水 只有半杯水 你看 虽然我们现在石头没有了 但是我们还有阵脑和布 他们的布赢不了我们了 其他不是重要 石头没有了 他们还有嘴吗 他们在盘旋吗 你错了 你们还有嘴 来 来 抽 抽两张 抽两张 我找一找 我找一找 我们不能抽 我们不能做命运的奴隶 我们要自己算 他们他们死了我们 我们的石头没有了 那我们偏偏这个时候就要出个石头 我们出一个石头 我们也出一个石头 你出一个石凯你 好 好 哎呦 技能呢 没技能 你想看什么技能 技能牌直接亮给你们看 空手机 我们也亮 打出来 哦 交给命运 三 二 一 哦 哦 你这更大了 怎么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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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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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小琪 我还有半杯水 小琪你半杯水 还有半杯水 半杯水 没有半杯水 半杯水 我还有水 乐观的人觉得一滴水 还有一滴水 哎但我看着它是一片海洋 我用一个一百倍的放大镜 看它一滴水就是一个海洋 嗯 虽然他们这一轮剪刀 赢了我们的布 但是 但是他们剪刀 没有了 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们这轮出布 就是无敌的 好好 我还有水盒 还有水盒 半杯水 小琪 出这个 然后这两个挑一个 看看能打到几比零吧 还有 这话伤人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好 我们也准备好了 我突然想起来 他们好像还有一瓶必胜的水 是的 他还有一瓶魔法腰水 给我一瓶魔法腰水 翻技能吧去 来吗 发动技能 空手技 再次遇到空手技 我们这边派出我们的 吹吹起 那我们派的就是 哦 剪刀手 哎 怎么是剪刀手 为什么是剪刀手 半杯水 想一想半杯水 我还有水可以喝 他们的剪刀用完了 我们出布就是无敌的 但是他们肯定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出剪刀 没想到这么轻松 你是干嘛 你 醉了 你干醉了 半杯水 半杯水 吸半 很热 很热 太胶着了 太胶着了 哇 汗流夹背了我已经 汗流夹背了吧老爹 汗流夹背了 这一季没打过这么精彩的比赛 好那咱们今天这个分歧终结者 这个内测 咱们已经玩到了第二局了 确实非常好玩 希望这个游戏上架的时候能够给各位观众带来非常好的游戏体验 咱们现在话不多说 咱们多的不说 少的不落 咱们就进入第三轮来测一下这个第三轮的内测 好 321 Let's go 第三场游戏试炼 人声声叫鸡 游戏分为两个战队 每个战队会有一个所属队伍的人物棋 分别是一蓝一红 游戏开始前 每个战队会拥有12个1分 3个2分的加分标志 双方通过猜拳 决定布局加分标志的先手顺序 游戏里有一栋建筑物 其内部有100个房间 分别为1到100号 人物棋会从第0格出发 两个战队各自从0、1、2中选择一个数字 将加则是当前回合人物棋的移动部署 房间格的功能 蓝色为上升格 红色为下降格 红色区域为布置加分标志的位置 两个战队将轮流在100个房间中选择 并放置加分标志 游戏过程中 人物棋落在有加分标志的房间格时 此位置放置标志的颜色为相同阵营 则能够得到对应的加分 最后 本游戏拥有两个胜利条件 其一 最先到达100号房间格的战队 是为胜利 其二 最先拿到20积分的战队 同样是为胜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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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